每个月要花五千块钱的房贷 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的话 永远只能赚四千多块钱 然后爱有小爱 我今年35岁 背负350万的房贷 2019年一时冲动 贷款买了一套房子 像每个月月工大概要一万八 关键这其中一万六都是利息啊 到目前我已经花了三年多了 真的还不动了 这张房贷啊 还完我差不多要65岁了 房子已经拿到一年了 可是现在我连装修的钱我都没有 住都住不进去 在当今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抉择是 到底该不该买房 房价高企 房贷的压力是否会将我们压垮 又或者租房能否让我们安心结婚身子 今天的故事会带你走进 80后90后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他们买房的决定究竟是明智的选择 还是一步步陷入了无尽的困境 欢迎来到收藏家的故事会 我是小雅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买房和房贷的那些事 在中国房子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 更是许多人追求稳定生活的象征 然而近年来房价的飞速上涨和房贷的高压 已经让许多年轻人感到无力 80后90后这一代正是赶上了房价最贵 工作最卷的时期 买房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但高昂的房贷却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为了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他们不得不牺牲许多生活的质量和个人的梦想 甚至是健康 在我耳边念了买房子买房子 现在买了欠点钱 兜里泡个干干净净的 然后还在住三年租房子 还有在泡着那个房贷 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 这一点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买房子开心吗 没觉得开心 有人选择了买房 把全部的积蓄和未来几十年的收入都投入其中 只为了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然而他们中有多少人真的感到幸福呢 房贷的重担让他们失去了原本应有的生活乐趣 工作也因此变得更加疲惫不堪 这位老人似乎透露出了买房的真谛 他的这句话让人深思 买房还是租房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值得尊重 但在做出决定之前 重要的是清楚地了解自己的需求和能力 对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吗 如果你是当事人 你会选择买房还是租房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故事和观点 这一栋一栋的当机混泥土建的是房子吗 它不是房子 它是老百姓的牢笼 它是开发商的金矿 它是银行用来缺房奴的摇钱树 它是用来捆绑婚姻和教育的工具 它是年轻人背着三十年房贷的罪魁过手 它是压垮并得走现代年轻人 清春和梦想的债主 电视频